你知道美军一个航母战斗群平时供养一天要花多少钱吗 今天呢咱们就来算算这笔账 航母在人们印象当中的就是一艘能够起降飞机的巨轮 不错 但是一艘裸舰啊是不能够执行战斗任务的 还需要配备一个庞大的航母战斗群 标准的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单元包括 一艘航母 两艘导弹巡洋舰 四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导弹护卫舰 一艘补给舰 和一到两艘攻击潜艇 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 裸舰的造价高达300亿美元 加上配套的电子设备 雷达预警和防护设备 以及舰载机等等 单艘航母的造价就已经高达150亿美元 再加上配属的护航军舰 整个舰队的造价至少需要300亿美元 而后期公养 据统计 以尼米兹级航母编队50年全寿命计算 一个航母编队的花费会高达1000亿美元 每年的费用就是20亿美元 那每天的支出则是548万美元 而11个航母战斗群一天的花销就超过了6000万美元 很豪横是不是 如此巨额的开销 一个国家没点实力还真是养不起 关注我为你讲述你不知道的历史 我们经常听到美军埃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波士顿号战略舰 海狼号潜艇等等名称 可是你知道吗 美国舰船的命名规律是什么呢 原来数量众多的美国舰船 其命名是有分类传统习惯的 令人一看其名称就知道 它是属于什么性质用途的舰船 例如美舰队当中的巨无霸航空母舰 其名称多疑美海军曾参与的著名战役 比如说中途岛珊瑚海等 即美国军政界领袖人物 如埃塞豪威尔尼米兹等来命名 而战略舰呢 全以美国的周鸣命名 比如说蒙大拿号 新泽西号 伊亚华号等等 巡洋舰的命名则以美国大城市称之 如芝加哥号 波士顿号 洛杉矶号等等 数量众多的驱逐舰 是用历次海战当中 曾立下大功勋的海军军人 陆战队队员 海岸警备队队员 海军将领 以及一些著名国会议员 发明家等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 潜艇的命名呢 起初是冠以鱼类 海兽的名称 比如说鲸鱼 长尾沙 海狼等 此后呢 从北极星导弹核潜艇服役开始 其命名改为取美国历史上伟人的名字 比如说乔治华盛顿 爱迪生等等 较为特殊的命名呢 是医疗船只 他以诸如安慰 休息 镇静等单词来命名 那这样命名或许能够对船上的伤员起到安抚作用吧 有没有觉得长知识呢 关注我 点个赞呗 快手